成功非常明确 他负责外边的事 在单位办案 我呢 在家里做饭 你看我一说做饭的人还乐了 你乐啥呀 不有那么句话吗 成功男人的背后有一个伟大的女人 在我们家是成功的女人背后有一个伟大的窝弄老爷们 本谁爱说啥说啥对不对 这玩意儿演气不得 谁让你不找个检察官呢 哎呀 今天是媳妇四十岁的生日 多少年没好好过啊 好好过过 给她来一碗浪漫的 整一把生日烛光 那就party啊 party 今天回得准时啊 我给她来个意外的惊喜 进来 祝你生日涂游 祝你生日涂游 忽悠啥呀 我是你二舅 二舅是你老啊 你这家伙刚来你家忽悠忽悠 你还忽悠你二舅 不是 不是过生日吗 这不是 是我知道过生日 各家都过完了 二舅对今天也是你老的生日说 别明知过了 这都摆上了 赶紧拿刀切了 我走饿了 二舅那什么 大热天你切 吃个心 吃个闹还闹肚子 我给你带着香瓜 你大远的 你这背这玩意干啥玩意 你看 你不能的了吗 我能的啥呀 舅舅给你送礼来了 不是你有啥事啊你啊 这么个事啊 你先切边吃边说不行吗 不是就你 你先说事 说事说事 情况还正不问题 面光啊 别老笑啊笑的名字 你做什么 有闲呢 你媳妇是不是还在那个 什么院子呢 那是啊 检察院 说还可能当经理呢 他当啥经理呢 检察长 给经理大手 两码事儿那是 你告诉他别查了 啥事别查了 也不是说所有的案子都别查了 其中王大脑的案子就别查了 王大脑的 你就说我说的 不是 那就这事儿咱可管不了咱 这么面子啊 啥呀 你知道王大脑的是谁不 你还查呀 谁呀 王二脑的他哥呗 王二脑的弟弟你知道谁不 那就应该是王小脑的呗 那你太聪明了 王小脑的两姨妹夫的老丈母娘 你知道谁不 谁呀 你们家你还是幼门呗 这不八干子打不着吗 什么事 郑老师 王大脑的这不犯案了吗 让你们检察院给抓去了吗 嗯 于是乎 他的弟弟王二脑的找到了王小脑的 王小脑的这三脑的一共来找我来了 让你媳妇说让我求 说保住王大脑的这些大脑袋 明白吗 明白了 明白了 明白就办了吧 你就说我说 就办了 我跟你说 二舅 他别说他三脑袋 他说三百个脑袋找咱们咱们都不敢办 啥的 你得那么面子 你说不是我怕洗漏 我怕犯法 你犯啥法呀 人家王大脑的那就犯法 你犯啥法呢 这犯法他就得扶法呀 人家扶了 扶啥了 全家都哭了 放我家就给我跪了 他都我都扶了 他能不扶法吗 没 人家跟你说不清楚这件事 反正你别管了这件事 不会不管的 那我就做辣了 你做啥辣你做辣 我把钱都收了 你收啥钱了 小二哥 我跟你说实话 这一位子吧 我也没挣过那些钱 他拿十万块钱来 正好赶紧二哥结婚 我用我就留着 你没给他放出去 完了 你留着 说二哥 你是把我往心里里送了你是 不是 我也没求着你啥 你小时候在人家就我拉着你来 你别老提这个事你 这两个码事 我跟你说啊 就三份 不能管 说一句话说 说 说能管 你妈呢 上我二哥家去 你爹呢 上我二嫂家去 她就分去了 分啥金钱 我哥二嫂子不一家的吗 一家你就说一堆上一家得了 你跟我话啥呀 我找你爹你妈去 我看他还认识我这儿哥哥不 对 二嫂 我不跟你说 二嫂 跟我拿点 干嘛呀 我没吃呢 都拿着 都拿着 拿拿拿 我不要 我告诉你 我就跟你爹妈一说 我看这事我不管 发现美的 你说还不管 你说怎么扔 你说一天 一个是媳妇 执法如山 一个是二舅 呼脚门缠 一天呢 我们家就跟检察院 是净是官司的事啊 像走马灯似的 软的硬的 软的硬的 啥都来 哎呀 我这个邪内部 是不好当啊 这是 哎 哎 这是王大修家 什么 这王大修家 王大修 适可而止 小心性命 不是 你谁啊 你啊 不是 你下过谁了 你啊 你下过家巧了 你啊 我告诉你 我可不是这儿胡的 我 我是王大修的丈夫 我叫范维贤 哎 我媳妇是青天 我也是霸辣青官 你有份想去 你有能给你报个号 我 哎 咱走这瞧 好 好 再见 哎 拜拜 这儿还打上恐吓电话来 他小心性命 我跟我媳妇好好过 我还跟我媳妇过生日呢 哎 气死你 气死你 干气喉 这媳妇一天 你说咋整 你说 我嫂子劝她 别干这玩 别干这玩 非要干 干吧 哎呀 我嫂子 那儿就担心了 别干地方我 咋了 别干地方我 菜不是 你们 你 好 我 可是 这张 说 词 领 这位 是谁啊这是 不认识了 这有点面熟 想想 你提个想 今天你吃饭还想起 昨天你写的日记 今天你吃饭还想起 吃饭是爱哭的你 同桌的你 我 赵玉美 杨哥 快请请请见 快请请请见 坐坐坐 坐坐 老师 孩子这么漂亮 坐坐坐 你可不见老啊你 挺好的你啊 哎呀啊多少年了 十多年了呗 毕业分手咱就没见着吧 是是是 哪年毕业了 七五年 七五年现在呢 二十来年了 二十四年你习个半月零六十七天 这回春员来来来来我给你我给你 我给你 哎呦 哈哈哈 你挺好的是吧 这样这些年想你想我 想你真的好想你 你想我啥呀 我的思念就像不可触摸的吧 我的思念就像绝体的海 不是你思念啥呀你啊 我曾经自己也问个不休 何时你能娶我手 可当时你就叫我一无所有 你听我解释 当时我父母总想让我上他身边去 没必要再重复昨天的故事 我这张旧船票不可能登上你的客船了 那时候你爱人挺好的 那个王六五 对对对在六五号的那帽子 不是我这老同学 你是不是因为老王的事来的 我跟你说他这案子可太严重了 你去到检察院去咨询去 我咨询一圈了 这个案子就归你爱人管 香哥 你就看在我们之间 越朦胧鸟鸟鸟的感情分上 拉往大脑子一把 我跟你说 你说你们两个口子已经离婚了 你还扯着干啥 你说这话没良心 大脑子是可恨 但是爱悠悠 恨悠悠 让我欢喜 让我愁 他毕竟把我的长发盘起 他毕竟给我穿过嫁衣 他毕竟跟我 毕竟了 可是为何要到无法挽留 才想起我的温柔呢 山不转水转 水不转人转 转来转去我就想起亲爱的你了 老同学你 你帮我一帮我 你听我说两句啊 也许吧 你被人伤了心 也许无人可了解 是 现在的你一定很疲惫 可累了 朋友 让一切重流水 跟往事 干杯 不送 贤哥 哥 再见 真没想到你给我的是一个无言的结局 你真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我就不信我救不出王大脑子来 臭这个是啥玩意 我说你 õ 嘉宾 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